去到Chapter 1.2,Select Computer Components 講一下怎樣組裝機,選擇什麼材料去組裝機 看餐食飯,看你有多少錢,多錢的就買得比較好 看看用來做什麼,用來打機,剪片的機,或者聽歌的機 買的硬件未必是完全一樣的 首先看底板,底板是你將所有的CPU、RAM 全部插進去,所以其實就看回你想要買什麼 Graphic Card,什麼RAM,什麼CPU,火牛,或者機箱 你是一塊板就好它們的,那部機器才可以用到 那你就要就好,例如你想要行AMD的CPU 那你要買回AMD的底板 那你想行DDR4,那你要買一塊底板有DDR4的Slock 那你想插兩張Display的,那你要找回兩個PCIe槽的底板才可以 那你就要就回你自己的需要 找回一塊,符合你其他硬件要求的底板 那這樣才可以用到的 那也要看看它有沒有其他附屬的功能 例如它那個onboard sound card 有沒有,或者你看看那塊底板有沒有 ray的晶片組 或者底板有一個Display Card 你想成本是低一點的,Display Card也不用買 在買塊底板上的,那你也要留意 或者看看它有多少個USB Port 夠不夠你用 就是很多因素影響你買哪塊底板 好,那買底板要買機箱 那怎樣選擇機箱呢 那看看你用來做什麼 如果你是很想節省點位的 那你就買小機箱 那小機箱就要買小底板 買小火牛 那它也有相應的低耗電,低耗熱的CPU 可以買回 那如果你是沒所謂的 你有位置放的,就買回大機箱 那就用回大底板 多放幾個硬件都可以 那它大機箱自然可以用的 Power Supply,即是用大的火牛 那就可以給多一點點電 因為可能你多插幾個硬件 插兩張Display Card 那顆CPU又吃電一點 就看回你自己的需要 那外觀呢 你選擇同樣大小的 可能你選擇一個英俊 反而比較重要的是 空氣的流通 如果它有兩把前後風扇 一把是抽空氣進去 一把就把裡面的熱氣抽出來 那它做到一個對流會更加好 也看看它前面的版面 有沒有你需要的功能 例如有些機箱 它前面是會有一個螢幕在前面 告訴你它的機箱裡面的溫度 也有些機箱前面 有很多USB Port 或者是插耳機的頭 它都可以給予方便 你選擇 選擇火牛 其實就要選擇 底板支援的那隻火牛 我剛才有提及過 有ATX MATX ITX MITX 它有不同的製式的底板 所以你需要找適合的火牛 去供電 亦都要放得到你的機箱 其實這些 你買相同製式的 就應該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的是 你預算鬆一點的Watt 例如你預計到你的電腦 是會用300W的 那你就買鬆一點 例如買400W的火牛 給它 因為萬一你將來有些新的硬件 是比較耗電 你加了下去 那你就有這個走盞可以用到 剛才講過 看回你想要AMD的CPU 還是Intel的CPU 就算你買對牌子 AMD它自己都出了很多種Socket的CPU 那你的底板和你的CPU 那個Socket要對 那你才能插下才能用到的 那麼AMD就看看你有沒有錢 如果有錢的話 買定多一點 因為其實多就沒有壞 AMD 而且不是太貴的 那你有新就買新 如果你能付出 那你盡量買好一點 起碼都現在買8GB RAM 16GB RAM 都是很平常的 如果你一般文書機 想省錢 可能就買回4GB RAM 如果你想做一些多媒體的製作 或者打機 可能就要16GB RAM 會比較好 好 那還有其他的Adapter卡 之前那個Sound卡 其他LAN卡 RAID卡 那按照你的需要 就去加一些這樣的卡 有這個Graphic卡 Graphic卡 你打機或者剪片 就會用到 現在有時候就不用加 因為 Graphic的Trips 會看在底板上 onboard display 通常 如果你是做一般文書的工作 或者看片 就不需要用到 一張獨立的Graphic卡 有些再新一些 Intel 有些是連Graphic的Trips 都在CPU裡面 但是如果你想幫忙剪片 或者用來打機 要用 就可能需要一張漂亮少少的Graphic卡 你才能顯示到多邊形 一般的onboard 都會有去onboard sand card 但是如果去onboard sand card 那個音質 你是不滿意 或者是它支持不到你的喇叭 你的喇叭可能是有7.1聲度 或者是它的錄音質素 不夠好的 用到condenser mic 你的workstation 是需要一個好一點的sand card 你也可以買一張sand card 去免除了底板 New storage card 就是有些新的操控器 可能你的底板是沒有的 例如你的底板是沒有ray操控器 或者你的底板是沒有SATA的 然後就買一塊SATA的操控器 插進去PCIe槽 那就可以令到你的底板可以支援ray 或者支援一些新的連接 另外就是一些Io card 就是你的電腦 只有四個USB port 不夠用 除了加Hubs之外 你也可以加一張USB的卡 令到你的電腦可以多些USB頭 或者是你的電腦沒有Firewire頭 你可以加一張Firewire的控制 讓你的電腦有這種卡 令到你的電腦有這種卡 令到你的電腦有這種卡 New network interface卡 例如你的電腦只有一個LAN 如果你想多些 你就可以多買一張 電腦卡 就可以有兩張LAN卡 或者是以前很舊的電腦 即是真的onboard底板 沒有LAN port 買一張卡 然後把電腦插進去PCI槽裡 這樣便會有LAN卡 接著是一些新的Capture Card 因為有時有些做多媒體製作的電腦 他想有一個Capture 一些舊式的錄影帶 或者是一些HDMI的Capture device 他都可以靠一張卡 去做到 亦都要買HardDisk 有普通的HardDisk 亦都有SSD的HardDisk SSD會比傳統的硬碟貴 因為始終它的技術都比較新 但是它是快很多 所以平衡價格 可能就會買一隻SSD 用來做開機 你的Windows、Office 或者常用的Photoshop 都放在SSD的HardDisk 那些沒有需要那麼快的東西 例如那些相片、影片、歌 又有阻礙地方那些 就買一隻HardDisk 即是普通的HardDisk 這些不用那麼快的 你又可以享受到 高速的SSD HardDisk 又可以放到很多的資料 配合一起用 有些機箱前面 有些Capture Card 可以接駁回USB 在電腦底板上 那你便可以不用 每次插入USB的Capture Card 將SD Card 直接插入機箱 就可以讀到Capture Card 一些人喜歡的 我自己都喜歡 機箱裏有Capture Card 有些不同類型的Capture Card 最常用相機的SD Card 有些是插入手機或遊戲機的MicroSD Card 下面的兩隻現在很少見 左下角是Compact Flash Card 或是CF Card 有些舊款的機王相機 還在使用CF Card Memory Stick 比較少見 是Sony自己研發一套 那時候 那些Sony相機 或是PSP 就會使用到Memory Stick 那現在Sony出的相機 他自己都不用了 他都用回SD了 Optical Drive 看看你的電腦 需不需要讀碟 一般都會買 因為 萬一 真的需要用到的時候 放在機箱裏 有些人 現在出的電腦就不買光碟機 有些USB的DVD ROM 或者是Blu-ray ROM 用才找出來插USB 不用就收在櫃桶 如果你的電腦是有了Blu-ray ROM 可以讀到藍光碟 通常有些人都會買回Blu-ray ROM 利用電腦去做解碼 在電腦的螢幕上看Blu-ray 也有的 或者有些人是故意砌一部電腦出來 用小機箱 加一個Blu-ray ROM 就把電腦當成Blu-ray ROM 用法都可以 還有外置的儲存裝置 有一個USB手指 有些人是用SSD Hard Disk 來做External Storage 因為它的好處是快 也沒有那麼容易跌壞 然後看看COMEMAN的Input Output Connection 這些就是插鍵盤、USB HDMI Output 這個是VGA Output DVI 這三個都是放進螢幕上的 這些是影片的Output USB 3.0 這些就是插USB 然後這些就是Audio的Output 或者Input 這個是LAN